主料,鸡菜250克,白面粉500克,猪肉馅250克,主料,将一片,葱,粘15克,生抽20毫升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鸡菜炸好使劲待用,锅子裹上加水烧开,放入鸡菜冒水,即可捞出,冒好水的鸡菜控去水分,把控好水的鸡菜剁碎,把葱姜剁碎放入肉馅, 把肉馅加入生抽和水,按顺时针帮下讲成细的肉馅,使肉馅把水吃进去,把鸡菜翻入肉馅,把肉馅和鸡菜加入盐搅拌均匀,面粉将水合好,盖在盆里饧20分钟,然后搓成长条,切出小剂,盖成小面皮,制一皮翻入肉馅,对折好后,用烧烧鸭筋子的周边,包出饺子,包好的饺子排整齐的撒好干面粉, 如果不撒上干面粉会粘饺子的,锅卷火上加入水烧开后,下入包好的饺子,并从锅边用大勺推动水砖圈,以防下入的饺子粘锅,并且在水再次开始,加入少许凉水点锅,然后盖上锅盖再煮,需要这样反复点三次凉水后饺子就熟了,煮熟的饺子就会飘起来在水上扶着, 好了可以出锅了,烹饭技巧 一,搅肉馅时加入的水,要朝着一个方向使尖角,才能使肉馅吃水充分,吃起来口感好 二,一般肉馅饺子要点,三次凉水熟的才比较透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